美国力推的金面法案 竟然要业者提供营业秘密 另外的大陆商务部 正在积极的奔走 对抗美国半导体的禁令 更多的内容我们交给秦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左半边的这张照片呢 是大陆部的商务部 他们在官网上面所公布的 左边就是荷兰的厂商 艾斯摩尔全球总裁温比德 那右边的话 就是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 两方是在3月28号的时候碰面 最主要的话是 希望双方能够维持一个 全球半导体链的稳定性 那商务部长王文涛 他就希望艾斯摩尔能够坚定 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投资 还有合作必须要有信心 要为双方包含像是中国大陆 以及荷兰两国的经贸合作 做出贡献 但为什么会找艾斯摩尔的全球总裁呢 就是因为美国的政府施压之下 其实之前有帮大家报道 荷兰的厂商也就是全球半导体设备 很重要巨株轻松的一环 这个生子外光DUV 荷兰政府已经证实了 在今年夏天之前 他们就会禁止销往中国大陆 那预计的话会在4月的时候 公布限制的机型 那有可能会把这一项禁令 扩大到最新款的机型DUV 那除了美国要来卡大陆的先进制程之外 就怕一系列的动作 连他们的成熟制程 也就是比较低阶的半导体相关的晶片制程 也是美方接下来想要抑制的项目 不过这一位艾斯莫尔总裁 他温彼得在左边这张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之前就有示警了 因为美国对大陆采取更严苛的出口限制 他认为有机会会迫使中国大陆 强力的强化自家的半导体 所以感觉这个中美晶片战到后来 可能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而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 他也是请走各家的外商 他最近是动作频频 而且也喊话 对这些外商喊话 说中国大陆愿意为他们 在本地的发展提供更良好的环境 还有服务 有哪一些呢 包含像是王文涛 他就在五天之内 建了大概有11家的跨国公司高层 那王文涛他也有见过 苹果的执行长库克 就是这张合照 而另外的话呢 他也建了包含像是雀巢 还有宝马等等的知名集团 所以这就让外界分析了 大陆商务部动作很大 而且是请走各大的外商 这也让外界认为 中国大陆在解除了封城之后呢 除了扩大开放脚步之外 更要留住外商 并且改善公司的营运环境 所以中国大陆这边 有机会释出更多对外商的利多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是商务部 美国的商务部 他们也最新公布了 晶片法案的补助细节 曝了光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 让厂商觉得不太公平的地方 可是现在是不是敢怒不敢言 不太敢说呢 因为我们拆开来看 这个晶片法案的补助细节 除了厂商必须要跟美国政府 分享超额的利润之外 还要分担包含像是建厂的工人 以及员工的托额费 最有争议的就是这一项 第三点必须要提供 像是营收 还有获利预测等等等等很多详细的获利 财测啊 还有规定这个格式哦 包含像是假设以台积电来说好了 美方可能会要求台积电要提供 你预计每个月在我们亚利桑那州 设产设厂然后能产多少的晶片数量 细到投产的第一年 包含像是你的销售的单价啊 以及每一年预期的价格涨跌 这么多的细节到底是合作关系 还是说会涉及到商业的隐秘 机密外泄的疑虑呢 那目前台积电表示没有任何的评论 不过假设是这样的话 那产业到美国设厂不止成本垫高了 而且还有可能这个商业的机密 都被美国所掌握 那美方要发展晶片法案 也让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 她大力的呼吁政府 应该我们也要来推台版的晶片法案 因为她认为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这三点是缺一不可的 因为她认为少此话 人才不好找之外 而且还会被高薪挖角 像是现在她观察到了 包含像是欧美 他们都在推高额的补贴 也就是希望半导体厂商 能够来当地制造设厂等等 蔡明介也说 美国的半导体禁令 有可能会让中国大陆 转向做成熟制成的晶片 这一点对于我们台湾 一些比较中小企业 是有威胁性的 因为台湾的中小企业 他们有可能会也是在做 比方说比较低阶的一些 晶片制成 IC设计等等 所以她也呼吁 政府应该要赶快采取行动 促成台版的晶片法案 才会是现在的上上策 以上是这节的财经资讯 台湾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 中文字幕提供